台中警方在网络巡逻发现有民众自行改造非法枪弹 这名39岁的阳性嫌犯从事五金加工 但是呢他竟然是利用上班时间 使用了工厂车床来改造枪支零组件 警方掌握证据之后上门一举查扣证物 还从中搜出了大麻毒品 警方掌握证据持搜索票上门 来到嫌犯住处仔细搜索 果然在床头柜中搜出了改造90手枪枪管 还有撞针 嫌犯不仅非法改造枪支 警方还搜出了大麻毒品 原来只有高中学历39岁的阳性嫌犯 平时从事五金加工 在工厂已经十多年 算是资深员工 不好好工作却动起歪脑筋 利用五金工厂当掩护 上班的时间 以工厂的车床来改造枪支领祖线 一名阳性民族除了实用毒品之外 平日的仪式改造枪支 警本队搜证 日前十搜索票 至今住宿搜索 当场查过 嫌犯因为染上毒瘾缺请花用 缺降一剂之常用在违法的行为上 以为没有人发现 殊不知早就被警方盯上 警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搜证 顺利将人逮捕 讯后也将他以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和毒品罪嫌 移送法办 解中部综合报道